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奇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这七故事呢 咱们要来讲这么个话题 为什么我们会被称为炎黄子孙 而不是黄炎子孙呢 说现如今啊 我们总会听到炎黄子孙这个成语 那么您各位可能问了说 这个成语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 其实说这个成语呢 那是诞生于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的时候呢 由于列强入侵 这中华民族正处于最危难的时候 遇到了千年一遇的大巨变 您各位都知道 这团结的力量呢是强大的 当肆意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后 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现如今啊 我们再次审视炎黄子孙这个词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说明明是炎帝被皇帝给打败了 那么为什么炎帝还要排在皇帝的前面呢 为什么不叫黄炎子孙 而是叫炎黄子孙呢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那就是因为炎帝的部落 比皇帝的部落建立的时间还要早 历史呢更加悠久 只是到了后来 炎帝部落变得衰弱了 最终是被皇帝打败 然后合并成了一个部落 这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炎帝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 比皇帝要多 神农尝百草 您各位应该都听过吧 而神农士就是炎帝 为了自己部落人民的生命安全 不惜牺牲自己 亲自来品尝百草 看看哪些是对人有帮助的 哪些是对人有害的 嘿嘿 正是因为他的无私奉献 才让更多的人重新得到了生命 还有就是古代人呢 通常都用树叶来遮蔽身体 没有衣服 后来是炎帝他发明了衣服 让人们变得更加的保暖 从而不容易生病 炎帝呢 还解决了人们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让部落的人有粮食可以吃 也有衣服可以穿 他做的贡献是巨大的 同时他的精神也是伟大的 而最终炎帝和皇帝达成了统一战线 一起打败了赤友 统一了华夏部落 并且就成为了中国人的文明始祖 所以直到现在 中国人都自称炎皇子孙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秘史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秘史下方点赞 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咱们下期再见 我 Richards 感谢观看